大家好,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夢 首先讓我先分析一下夢的種類 夢的詞語有夢幻、夢話、夢鄉和夢境等 而交為想講的就有夢想和白的夢 而我今天想講的就是夢想 夢想所指的就是表示憑空設想 而目前是不可能實現的事物 而你想追求的又是什麼呢? 是哪一種的夢呢? 之後我就想比較一下夢想的靈性的敵人 白日夢 相信大家在年少的時候都試過 看著窗外人和發白的夢 而這種白日夢其實就是表示 不存在或者不現實的事物 進行的一個想像和一個願望 所以發白的夢就被人譽為是不切實際的 相較於夢想之下 夢想故之言為非常正面 因為它正正是每個人都有的目標和希望 其實每個人都應該有屬於自己的夢想 並且一直在沉沉中 如此才會有推動力 令它做得更加好 相反 發白的夢 就只會沉嘴在幻想的世界裡 滿足自己 浪費時間 但還可能會陷入一個上癮的夢廟 這樣就只會摧毀了自己的人生 最後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夢想 縱使夢想是遙遠的 是高瓜可攀的 其實人活著就是為了追尋夢想 而你發白的夢 還是在這裏努力追尋自己的夢想呢? 我今天要告訴你 謝謝